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席我想请部长 还有黄董事长 还有主机处 还有言论会 主机处 言论会 廖元好 我还没有开始怎么 时间细算 从来 开始了没有 好 开始 部长 今天我看你们各单位的报告以后 我觉得从预算法 从采购法 都有很大的瑕疵 你认不认同 我想这个报委员 我们当然觉得这个都符合预算法 第88条的规定的一个程序在进行 那我现在就跟你探讨 88条的规定是怎么规定 我们企业经营发生重大的变迁或正常业务的确实需要 那我请教你 我们这一次的预算 是属于政府的会计的预算 还是营业基金的预算 还是特别预算 它是从那个基金 从那个核后端发展基金里面 就营业基金嘛 对不对 营业基金当然是要配合业务上的需要嘛 是不是 非营业基金 对不对 对不起 好 再过来 我再去问你一下 你这里面有讲到一个重点 你都没有解释清楚 你说到105年5月份 如果这个储存的东西没有运走的话 就会影响正常的运动 就要关闭了 是不是 我看你们的报告是这样写 是 它会有这个危险 有这个危险 但是我们看不出来你有利的证据 你这里面就是讲说到105年5月 如果不处理的话会停止运转 这里面没有一个说服力 我跟委员报告一下 5月份如果不能启动 等于是再大修不能启动的话 那就是表示这个机载 在夏天的时候不能发电 这个对北部供电就造成一个风险 不是 总事长 我都同意你的看法 但是你不要给人家狼来了 你要资料 你今天提出来资料要很完整的 说明我现在储存的容量是多少 现在已经达到多少了 我这样计算到民国105年的5月 我就没有办法 你要做清楚讲明白 这次一号机上来之后 如果上来之后再运转 12到14个月之后 在下来大修的时候 已经没有空间退出那个燃料 所以你都没有讲嘛 所以等于一号机在明年夏天 如果不处理的话 这个是核档重大的问题 你知道吗 我们立法院已经发现 你在先行动支了 而没有经过 虽然委员会通过 但议院会没有通过 然后你们就先行动支 当然你想说符合预算法88条的规定 但你的说服力不够 你要让我同意 我刚才就讲的 本来的营业基金预算 本来就比较重关 但是我个人的看法 请问一下董事长或是部长 你有没有跟王金明院长报告过 你要先这样处理 有没有跟我们经济委员会的委员 去沟通过 说我们因为营业上的需要 我飞得去赶快招标 有没有 没有 没有啊 这个就不对不够尊重嘛 我刚才所讲到的 除了你的说服力不够 我刚才所讲到 你今天有点到说105年5月 但是你的资料没有讲出来 你要换算让我们能够说服我们呢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你的采购法又是有问题 工程会讲得很清楚 虽然你们按照我们的预算法去做 但是你没有按照采购法里面的规定 如果立法院不同意的话 你的招包文件要讲清楚 也没有讲清楚 要配合修剪啊 也没有讲啊 你招包文件也没有讲 被我们工程会发现啊 这怎么办 你势必要修改合约的嘛 招标文件不是 你势必要修改招标文件的嘛 对不对 工程会已经跟你讲得很清楚了 你招包文件要配合我们立法院的规定啊 那个采购法的规定啊 是 跟我们报告 我们在采购作为程序上 其实因为这是一个国际标 所以我想我们在这个履约争议里面 其实是就是说明了 这个万一如果是 政府没有通过这个预算 可以怎么处理 要怎么处理 所以工程会讲得很清楚 你要按采购法里面的规定 定到招标文件里面去 你没有定 再过来 颜能会又打你们的脸啊 虽然招标文件不必送他 可是整个处理程序 你也要智慧他一下都没有 怎么现在政府部门变成这样子自大呢 这个颜能会都已经讲出来 这个报告已经讲啊 虽然不必送他审查 但是呢怎么样怎么样 部长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但是我看你们处理过程里面 我刚才所讲到你承不承认有这些瑕疵 那个报伟您如果这样子很具体的指出来 我们看有些地方可以再调整更正的部分 我们当然要去做 第一个我希望你要把资料提供来说服我们委员 我们委员才能够支持你啊 说105年5月份这个不处理的话 就要停止运转 那是多么严重的事情啊 你要讲出来 第二个这招标文件你势必要修改了嘛 工程会已经告诉你了 他是采购单位的主管机关啊 已经告诉你招标文件没有这个规定啊 没有把这进去啊 那将来发生纠纷怎么办 将来发生纠纷怎么办 万一立法院没有通过 你已经招标完成了怎么办 所以他要规定你要加进去啊 对这个部分我们当初是把它摆在这个 理约争议的时候 条文里面再来处理 不过如果是工程会有很明确这样的意见的话 就必须来修改招标文件 对嘛 部长你听到没有 所以我是认为就是说 为什么你们在这么重大的事情 第一个也不知会 虽然你很急 也没有跟经纪员我们的招伟 陈明文招伟都说你们都没有来跟他报告啊 都不受尊重啊 最起码院长王院长 你也要急不跟他报告一下啊 也没有啊 这样不行 对我们应该要加强沟通啦 对不对 这个 那今天如果过不了怎么办那部长 这个情况是比较紧急一点 我刚才所讲到的你的理由都没有办法说服我嘛 对不对 你一定要讲说我没有办法 我到105年5月我不处理不行了 我没有时间 我从哪边开始算过来 我必须要在什么时候招标完成 人家还要去送资料审核 对不对 国际传约什么东西都要符合的规定 他必须要作业的时间 所以我这样推算过来 我在哪一个时间要招标 你要把这个东西说得清清楚楚都没有 是是 他这个是两件事情 一个当然就是您说的 刚才提到的这个因为它实际有一个紧急性 第二个问题就是核废料的问题啊 一定是我们这个社会一起要来面对 一起要 那它是一个事半性的 它是小规模来处理 假如说这个 还有 我们也有委员在质疑你们 是不是因为要把这个废核料运出去以后 要延长核一核二厂 的一个具体的理由 是不是这样 包委员 这个是两件事 这个倒是完全是两件事情 所以要讲清楚啊 是 我们这边也提到 在我那个报告里面也说 这跟研议无关 研议有其他的条件 研议要做研议的考虑 但是并不是说把核废料处理的 就代表要研议 我这边跟您报告一下 它是两件事情 部长 我现在以我财务的观点啊 我非常非常忧心的一件事情 我对核四建不建或是封存 我没有具体的意见 我对财务比较有意见 那请问你一下 核四我们现在在台电里面 它的资产方面是怎么列 这个因为现在进入封存阶段 所以也没有理由证明说 它将来不运转 也没有理由证明说它怎样 所以28381的那个经费 是挂在那边 好 挂在那边 万一一直拖下去 到最后没有通过了以后 怎么办 照现在IFRS的制度 如果明确确定那个厂市 不能用的话 28381立即就变成负债 就是台电大概就破产 好 部长你听到没有 核四我们可以讲 以现在的社会氛围 是不可能运转的 不可能运转的话 核四就不能列到固定资产 不能列到固定资产的话 台电就是 净值就是负了 现在净值是多少 那个董事长 现在累积亏损大概1935 1935 再加上2838 就超过3300亿的资本 部长你是公司法的负责人 那就是破产 比高铁还严重 怎么办 是 我讲 因为它现在是封存的状态 那我想 终有一天会来临 对 我们整个 是 是 这个总是 你最后总是要做决定 这个都是决定的考虑因素 是不是 在我们决定要到底是起封 还是继续封存下去 那个时候 我想那个时候 不管是透过公投 透过哪一个方式 那时候的部长不是你的 董事长不是你们 但是这个东西 我给你比高铁还严重 经济部台电公司有破产的话 全国没有电了 这很严重的事情 国际信誉整个都完蛋了 所以你们要具体的赶快提出 因应的措施出来 以现在氛围是不可能 和是不可能去运转的 但是这财务一定会发生破产 这破产怎么办 你们要赶快去规划 我下一次有机会 再跟你这个问题好好探讨一下 因为主席已经站起来了 主席自己直选很长的时间 我们直选一下 他就站起来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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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